大家好,歡迎來到港房研究所的節目 今天邀請到中原離產屯門區區域經理Smith Smith,你好 來到解答我們很多關於屯門區不同的問題 為何找得到你呢? 你知道我有時候我的人比較壞,不要介意 還是先問一下壞事先 人們剛才報紙說屯門有些新盤,減價減成四成八去走貨 對於屯門樓市,究竟有沒有造成重大打擊 都想問一下Smith,既然你是區域經理 找對人,你覺得你所在的屯門區域有沒有核爆式的炸料? 其實沒有的 現在始終業主都會接近發展商的賣價 會有少許影響 不過影響不大 始終我們那邊屯門區的業主各方面 他們按揭成數的比例都比較少 所以那個影響就沒有那麼多 很多時候買樓都供掉了一大部分 對,沒錯 所以他們的影響不大 你說都有個別的個案 可能減少少 賣樓也會有這個情況 反而出過這個新聞,可能業主更好談 對,沒錯 其實在7月屯門區的成交中數上升至下跌 以及成交和以往的月份有些特別的不同 或者特別的,無論是租務或是買賣市場 都想問多一點 如果你說我們屯門區的二手成交各方面 其實比起我們6月份都上升了一點 如果你說租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們近住一些學校區域 那些屋苑 其實基本上去到大約是6月那個時間 其實我們那個單位數上 基本上都近乎沒有什麼 都出租了 屯門都不要介意 我跟啟得比較 都有近次啟得的情況 就是租樓要排隊 沒錯 都一樣在屯門出現到的 有的 因為始終屯門的校網各方面 有些學校都比較受歡迎 所以租務市場都比較吸引 再說多些屯門,但容許我又薄小嘴 我經常都是持相反意見 好像跟你劍擊 現在人們說 荃灣西 都在做萬三四元呎 即是那些 俗稱十多二十年樓齡近工廠那些 荃灣西都先說,如果是荃灣西正站上有萬三四元 是不行的 不過由此言論之下 人們說 買荃灣西都是萬三四元 屯門樓市為何要用這麼貴買它 你覺得這一點你怎樣看 其實我們如果屯門和荃灣比較 始終屯門有些基建在 例如屯赤路 或者校網各方面 有些可能是嶺南大學 有些配備在 所以我們樓價上 哪怕跟他們差不多 但始終有一些粉絲會進來 我們這邊去看樓、選樓 我同意 其實現在屯門 就當有些在機場工作的人 都不一定租東涌 我見他們回到屯門都可以 還要問多一個 這個我想問 因為網上熱議討論問題 有人問屯門還是元朗 好處一點 事比較之 這是連登大臣的每月經常出現的post 越經文 有請指教一下 這是好看個人意見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很老實的 如果校網各方面 如果元朗和屯門比較 可能好一點的學校的數量 可能比元朗多一點 如果你說 真的住元朗有什麼好處呢 例如 我們出回九龍 出回市區 多一條大臣隧道 始終交通方面都比較方便 加上 鐵路上 我們始終元朗站 都比我們屯門 叫作出一點 但如果你說作為 可能投資上的 這樣去計算 屯門區始終我們有 屯赤路 加上來近有 西鐵的屯門南延線 加上我們近了 西部通道 這些種種的話 其實在投資上 可能有機會 我感覺上會好一點 因為元朗不是說 他沒有投資價值 而是元朗接近北部都匯區各方面 有一個不環線 比較之下,投資方面屯門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哪邊好一點,我個人認為兩邊都好 但看個人怎樣去選擇 有時也要看買家的生活模式 沒錯 今集很高興,邀請Smith來,暫時談到這麼多 遲些再談談,拜拜